發生規模七點二強震 天王新大樓灘線救出了二次人 大清水隧道路段消失 若是不斷有多人遭到大石雜縱死亡 強震來襲雙北等六縣市 沒有收到地震國家級預警警報 地震中心回應 這是因為預測地震規模低估了 大地震造成了環狀線錯位 修復難度有高 觀眾朋友你好 歡迎收看四月三號的公視晚間新聞 我是X桂林 首先帶來關心的是 今天上午七點五十八分 發生瑞士規模七點二的大地震 目前已經造成了九人死亡 九百三十四人受傷 還有超過五十人受困當中 今晚我們有來自各地的現場報導 首先來看的是受災最嚴重的花蓮 截至到下午兩點 總共四十八棟的樓層是受到了災損 四棟發生了傾斜 其中天王新大樓嚴重的攤陷 特搜大隊全力在搜救 陸續是救出了二十四人 失聯的康信女子也在下午最後被找到了 他是被壓在樑柱底下 不過已經失去了生命真相 另外位於北濱街 也有一棟建築物下線傾斜 許多民眾是搶時間來收拾行李 縣府將會連夜拆除 強震來襲時兼石器排下路上人車 畫面先是左右搖晃 接著上下震動 就停在天王新大樓旁的地輛車 乘客奪門而出 原本車旁觀望民眾 發現建築物正在塌陷 拔腿就跑 不到一會兒揚起漫天塵土 再從大樓正面看 塌陷一瞬間短短幾秒鐘 七樓直接消失 粉塵滿天 大樓管理員表示 第一次強震時就有快垮的跡象 到第二次劇烈搖晃時 整棟瞬間傾斜 低樓層有人先跑出來 但還有高樓層住戶受困 花蓮縣消防人員拿出旅梯 讓部分受困民眾得以直接爬出 但高樓層的居民必須靠雲梯車救下 而救難人員也趕緊進入搜救 可見樓面傾斜很難保持重心 牆面有嚴重軍列脫落 而門框扭曲只能出動破壞工具 採門開門 小心 後面有還動啊 不要動 太斜了 鎖到之處都嚴重傾斜碎片滿地 救難人員還是成功引導受困 軍民疏散 這裡喔 一樓了喔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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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你了 不會 下午憲府再來效果快 希望暫時支撐大樓 避免突然間傾倒 救難人員陸續救出二十多人 但傳出一人疑似返回救寵物失聯 這名失聯的康姓女子八點十一分 走進大樓 十五秒後大樓塌陷 搜救人員下午有發現生命真相 但呼叫沒有回應 下午三點半聯合搜救隊找到受困者 被壓在梁柱底下 初步判斷無生命真相 但擔心頂身救出會有倒塌疑慮 預計改往側邊靠近 位於北冰街的公寓 一樓早餐店也全被壓平 事發後三樓居民也從縫隙中逃出 由於縣府建管科通知 下午開始拆除建築物 要連夜進行 拆除之前給住戶三十分鐘收拾行李 不少人趕緊跑回家拿東西 強震發生時可見雅尼廠區也揚起漫天風沙 目前礦區下部落一切平安 而臺尼也表示全場檢修中以同仁安全為優先考量 記者花蓮綜合報導 新北市受到地震影響 這災情也不少 新店山區有路段坍塌 地基被掏空 八間民宅在坍塌的邊緣 新北市長侯有意趕赴現場 針對社區五百多戶 將重新評估該撤離就撤離 而在土城則是有大樓出現了歪斜 鋼筋外露 緊急疏散了一百五十七人 至於中和有印刷廠是被震垮了 有四位的員工是一度受困 經過搶救全部救出來 新店山區的道路大面積坍塌 地基被掏空 多輛汽車墜落 有八間民宅就在坍塌邊緣 就怕有餘震 房屋孔滑落 這裡是新店安泰路三號災情 索性十三名住戶及時逃出 直呼比九二一大地震還要大 針對攤滑的地方 公務局表示 先引鋼軌樁 阻止土壤繼續攤滑 防止掏空部分 則用混凝土塊堆疊加固支撐 另外也搭建救災便道 吊派重機具 協助居民移走車輛 新北市長侯友宜趕赴現場 指示該撤離就撤離 採損通報處理 整個社區有五百多戶 那我們做好整個 在整個房屋的安全上 以及玻璃的神態上 做好重新的評估 該預防性撤離的 我們都會今天把它做好 土城移動大樓因地震劇烈搖晃 鋼筋外露 大樓歪斜 有結構安全疑慮 市府第一時間緊急出散一百五十七人 有八十六戶申請安置 將協助留宿旅社飯店 胡友宜強調 結構補強一定會做到位 綜合這間五樓高的印刷廠 地震當下瞬間坍塌 地震也影響新北交通 臺六十四線往雙河醫院的出口耗置斷裂 橫倒在路邊 只剩一個車道能通行 也有民眾在臉書分享 位在板橋實踐路 正在興建的大樓 有鐵架等物品掉落 新北市災害應變中心同樣提升為一級開設 及時應變災情 記者黃子傑 張國良 吳家寶新北報導 大地震也造成了新北環狀縣板新站到中原站之間 發生軌道位移 隨後是全線停止 經過檢修測試之後是開始分段運行 不過板橋站到產業園區站已經通車 不過這一次是高架軌道發生會議 專家就分析 未來修復勢必需要高空吊掛 會增加難度 很難去預估修復時程 技術人員忙著檢修樑柱 零四零三大地震造成新北環狀縣板新站到中原站 發生軌道位移 景安站則出現列車脫軌 環狀縣也立即全線停止 我就是還蠻依賴環狀縣這樣子 然後他現在斷掉了 那這樣我只能騎腳踏車去 就是板橋到新莊之間的一個通車的一個方式 我要可以搭公車 新北捷運公司表示 經過搶修跟列車測試後 下午五點開始運行板橋站到產業園區站 採單線雙向方式運行 班距為十六分鐘 其他沒有受影響 公司會陸續去再做進一步的檢修 那看起來其他的部分 如果小地方把它調整好 就可以採取分段的部分可以先營運 分段通車外也擴大環狀縣免費接駁公車因應 從新北產業園區站到大坪林站 只停告各捷運站 平日尖峰十到十五分鐘就會有一班車 例假日則是二十到三十分鐘 新北捷運局則強調 正在進行防墜落裝置作業 預計四號早上完成 至於未來軌道修復沒有時程 一切以安全為優先 專家分析 由於軌道高度高 未來勢必要進行高空調掛 出現高架軌道未遺 也有專家擔心 倘若近期有規模較大的地震 需盛防軌道墜落疑慮 不過專家也強調 原則上橋樑都會有強化的耐震設計 這次地震震度大 加上有上下左右搖晃 可能導致位移發生 詳細原因仍要進一步檢測 記者歐英榮謝錫文 新北市報導 台北市大直有一處工地 頂樓的吊臂 彎折四十五度 也有工地鋼筋是從高樓墜落 砸到隔壁住戶頂樓的女兒牆 南機場夜市的老舊公寓 受到地震衝擊 柱子鋼筋 幾乎是全部裸露 整排連洞建築物有立即的危險 現場成立前進指揮所 針對有公共安全疑慮的建築物 貼上紅單 有多達十棟 五十戶需要疏散 承受不了地震 距離搖晃 位在台北市基隆路一段 巷口的工地 兩個工地鋼筋 從高出掉落 其中一個還砸到隔壁住戶頂樓的女兒牆 畫面觸目驚心 有民眾從松瘦路的角度拍下 鋼架硬聲砸落 工地大樓頓時塵土瀰漫 大址移出工地也傳出災情 吊臂彎折四十五度 現場拉起封鎖線 建商緊急吊派吊車移除 還有豪宅大樓頂樓永時 也因劇烈搖晃 向瀑布傾瀉而下 立法院也有大片瓷磚被震破 位在望華的南基場夜市 附近老舊公寓受地震強烈晃動 室內牆面剝落 柱子鋼筋幾乎全部裸露 店家往外掏身 人心有餘悸 住宅樓梯 牆面已有明顯 軍列 磚塊嚴重掉落 現場經勘查 結構計時確認 一整排聯動建築物 有立即危險 現場成立前進指揮所 針對有公共安全疑慮的建築物 貼上紅單 根據統計有十棟多達五十戶 需要疏散到鄰近國校 專家研判 這些圍樓不宜居住 必須加強結構體 到這種程度的話 就是最好不要再居住了 盡量不要進來太久 因為遺症不曉得什麼時候會來 目前的話 戶籍資料有七十多人 所以現在還在掌握當中 然後現在的話 我們也試著現場 來做一個通知 仁愛路的大樓 上午也傳出民眾因地震 受困在電梯 警方獲報後 趕赴現場安撫民眾 也同步聯繫電梯維修人員 順利協助脫困 連接雙北的中正橋 地震當下劇烈晃動 騎士努力站穩防止倒車 行駛在高架橋的小客車 客運碰上地震 立刻減速停止 路上的超商 手搖電招牌 不是掉落就是懸空 各地災情不斷 台北市災害應變中心 提升為一級開設 各地災情包括停電 漏水 瓦斯管線破損等 以及建物回損等 至少有十一人輕傷 兩人重傷 那兩位是在施工過程當中 因為地震導致的 以缺鋼瓶 傾倒爆破 所以這兩名男性工作人員 身上有百分之八燒燙傷 也已經送到台大醫院 台北大區段晚間 有中信兄弟主場賽事 遠雄啟動巡檢 商場洞於隱城洞 發生部分水管脫離狀況 沒有人員傷亡 及重大災情 球賽正常舉辦 會持續檢查球場設施 這起規模七點二地震 釋放能量相當於三十二顆原子彈威力 地震中心指出 這是臺灣季九二二一後 規模最大地震 全臺都有感在搖晃 地震成因是菲律賓海板塊 往北引墓到歐亞大陸板塊底下 未來三天之內 可能再有規模六點五到七的余震 不過包括雙北市等六個縣市 都沒有收到地震國家級警報訊息 地震中心則是回應 這是因為預測地震規模低估了 會精進發布機制 牆壁上的畫作 不停左右搖晃 就連大臺影音機 因此位移 民眾回想起地震 還心有餘悉 三號早上七點五十八分 這起地震規模達到七點二 最大震度六級落在花蓮 宜蘭縣宜蘭市五級 從北到南全臺有感搖晃 有地震專家表示 這是地震規模釋放能量 相當三十二顆原子彈為例 會發生這起地震 是因為菲律賓海板塊 往北引摸到歐亞大陸板塊底下 地震從淺到深都有 這也是臺灣繼九二以後 規模最大的地震 因地震發生 地震中心也發布海嘯警報 波海嘯坡預估不會超過一公尺 只是這起地震 全臺多處傳出災情 卻只有六縣市包含雙北 基隆 桃園 高雄和屏東 都沒受到地震國家級警報 我們是用極短的時間 也就是說地震波前面一秒的時間 去預估這個地震的規模 還有它的相對陣度 所以在預估值上面 前面是低估了 就是第一爆是六點二 用六點二去算後面的 針度是相對小 有專家認為這起地震的相關區域 曾發生規模六以上的地震 未來是否會觸發其他斷層活動 我想說台東縱谷或中央山脈 這些被誘發的更大規模地震 我的經驗值是不會那麼大 反而是琉球海溝的區域 它是不是有更大的地震發生 這是我們要去觀察的 地震中心表示花蓮這起地震 是地震耗發區域 未來三天地震能量還會陸續釋放 不排除會再有規模六點五到七的 余震發生 根據統計 目前余震已經發生上百起 其中規模五到六的地震 超過十起以上 在中部也發生了零星的災情 由於在發生當時正是台中市和平區 通往離山的中橫變道通行的時間 大量土石是阻斷了路面 一度造成了十二台車二十一人受困 其中有兩人受傷 截至到下午還有六個人沒有脫困 而在苗栗泰安也有落石砸中的三部車輛 另外呢在玉山有山有登頂的時候 是遇到天遙地動 域管處就特別提醒入山的民眾 要提高警覺 路面全都是掉落的石塊 車輛無法通行 常出有人員受傷 消防員徒步救人 救難人員趕緊將四十九歲的 陸性駕駛送醫 被救出時傷勢嚴重 意識模糊 目前還在救治中 另外還有一名女性駕駛 也因爲落石手部受傷 臺中和平的中橫便道 三號上午正開放七點的時段通行 突然發生地震 一度造成十二車二十一人受困 截至下午還有六個人受困中 古關公務段表示 已經加派大型機去 而古關網德濟已經搶通到六點七公里處 但目前十九到二十三公里處 還是落石不斷無法通行 變道材質出不進 全線管制 而苗栗泰安的苗六十二線十公里處 也傳出落石砸毀山車 所幸無人受傷 另外在南投信義的俊大林道 以及九九峰 也都有土石滑落 揚起大片煙塵 而玉山主峰 有山友剛完成登頂 就遇上強陣 另外也有山友拍下 玉山主方往玉山南峰的冷線 有崩塌狀況 玉管處表示 目前所轄各遊客中心 雖然沒有災情 但也是不建議入山 地震之後還會有一陣發生 所以我們也請山友 如果沒有必要 也請屋上山 玉管處表示 目前還在園區的登山隊 有一百九十二隊 共六百二十四人 雖然沒有禁止入山 但強陣之後土石鬆軟 山友入園得提高警覺 藉了林健身 王龍濤 中部綜合報導 強陣也造成中部 有不少建築受損 彰化岩樸有平房倒塌 一對母子是及時逃出 大友村則是有古厝也倒塌 園林市則是有一處國宅 外牆磁砖水泥掉落 砸到了車子 而在雲林湖尾堂場 有一百一十六年 歷史的煙囪也斷裂了 直接砸中了下方的廠房 腦挫整個歪斜 牆面扭曲變形 屋外磚牆也全被震垮 三號上午的大地震 彰化岩樸上 最初木造平房倒塌 還好當時住在裡頭的母子 剛好都不在屋內 由於是低收入戶家庭 公署也啟動安置 而樸延另外這處鑽造骨措 也因為強陣倒塌 所幸沒有人員受傷 而彰化線補位在彰化市的 第二辦公大樓 外牆磁磚崩落 還有好幾處看見水泥鋼筋 雖然下方緊急拉起封鎖線 還是讓來洽工的民眾膽戰心驚 建築物的那個都剝弱了 對 所以我感覺那個 危案還是需要處理一下 外牆都要很小心啦 因為如果砸到人 其實也都會受傷 而元寧市解除國宅 一樣是外牆的壁磚和水泥快掉落 直接砸中停放在一樓的轎車 而元寧胡偉也傳出地震災情 這座堪稱唐廠地標的煙囪 不耐強陣直接斷裂 下方的廠房被砸毀 並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唐昌表示地震中斷裂的煙囪 是在一九零八年啟用 近年來因為製糖量減少 在二零零一年停用 至今已經有一百一十六年的歷史 而另一支煙囪初步勘驗 沒有問題 當然是會請結構技師來鑑定 確保安全 既有林健身 王龍濤 王威雄 楊舒晴 中部綜合報導 宜蘭的災情也不少 龜山島的龜首大量土石崩落 龜鼻都不見了 而南方魚港呢 則是因為地震 發生了大約兩公尺的浪差 另外有民眾在徒步環島的旅途 當中被落石擊中 左大腿骨折被緊急送醫 至於宜蘭太平山園區 因為道路落石以及路面 均裂 五號之前 公園整修 消防人員把民眾放上擔架 緊急送醫急救 零四零三強震 蘇花路廊落石不斷 一位民眾於徒步環島旅途中 在台九丁縣澳花隧道北口處 被落石擊中 左大腿骨折 另外在蘇花蓋路段 和平溪橋的河川橋伸縮縫 有隆起大概20公分左右 那這個部分我們應該是可以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就做排除 蘇花蓋和平溪橋伸縮縫 產生20公分落差 公路局積極搶修 由於大清水段嚴重貪方 蘇花路廊全線持續封閉 且編坡持續落石 為保障太平山蹦蹦車通行安全 園區人員針對鐵道 逐一巡檢 太平山園區也宣布 五日前全面風圓整修 龜山島龜首地震後 則發生大量土石崩落 龜鼻都不見了 讓附近漁船看得相當心驚 南方和漁港則因為地震 發生於兩公尺超差 海水先往外海流 再大量回流港內 漁船被海水帶著走 互相碰撞 造成部分損失 所幸這些災情都沒有人緣傷亡 記者林靜倫 宜蘭報導 副總統賴清德下午 是緊急前往了花蓮 瞭解最新的災情 賴清德強調 目前第一要務 就是搶救為最優先 而在呢 這起地震 也造成了空軍 花蓮基地修護 捧場內六架F16型 以及兩架F5型戰機 表面輕微擦傷 沒有影響到機身 可以立即修復 不影響戰備任務 因應地震來襲 花蓮成為重災區 副總統賴清德 臨時取消中常會 首先抵達倒塌的天王型大樓 民生的公共設施要儘速恢復 這包括交通啦水啦電啦 那目前根據交通部的報告 在明天台鐵的東部幹線 明天早上就可以單線雙向通車 副總統賴清德指出 目前除了水電中端問題 要在最快時間內搶修 隨後又轉往花蓮女中 瞭解地震災後狀況 因為校園不只建築結構受損 到處可見地震掉落的牆壁 磚塊和碎屑 冷氣室外機也搖搖欲墜 鏡頭轉往空軍花蓮基地 也傳出災情 停在修護棚場內的F16型機 有關地震後續震災和重建工作 副總統賴清德表示 中央會全力協助地方 需要安置的民眾 中央政府會給予租金補貼 協助地方政府走出難關 記者總不得 受到地震的影響 北捷和高捷是一度停駛 而臺鐵方面則表示 東部幹線 因為強震受到影響 其中宜蘭郊西到花蓮 鳳林間暫停行駛 臺鐵預估蘇澳新道 這個鳳林間西陣線 將在晚間十二點完成 單線的搶通 四號首班車可以恢復 單線運轉 中午之前恢復雙線運轉 而花蓮到鳳林 也啟動了公路接駁 台北捷運文湖縣的車廂 劇烈的搖晃 長達十多秒 車上民眾都相當緊張 有人趕緊抓好一旁的扶手 還有人直接離開座位 會在走道上蹲下 有民眾拍下捷運停車的畫面 大家經疏散走在軌道上 顯像還生 還有人在關渡站下車時 看見站內不少磁磚掉落一地 臺灣東部海域上午七點五十八分 發生規模七點二強震 台北捷運公司立即宣布 暫停營運四十到六十分鐘 經巡檢 目前已經全數恢復正常行駛 而高鐵一度全線 暫停改踩降級運轉 並於下午一點五十三分 恢復全線運轉 高鐵表示三號因地震 共取消四十四班次列車 加開二十二班次因應 民眾只要購買 因地震影響的車次 車票未經使用 旅客可自原乘車日期一年內 到各車站售票口 辦理退票免手續費 我要去台松 那你本來要打幾點的車子 八點二十一 應該delay有差不多半個小時了 我們要到高雄 我是看手機 臺鐵東部幹線 因為地震而受到嚴重的影響 其中宜蘭礁溪到花蓮 鳳林間暫停行駛 還有超大的巨石壓在鐵路上 臺鐵北回線兩路段 全線暫停 讓不少民眾 原本要返鄉或旅遊行程 都受到延誤 只好到車站辦理改票或退票 目前臺鐵正積極 中預估蘇澳新到鳳林間西正縣 較於晚上十二點完成單線搶通 四號首班車可恢復 單線運轉中午前恢復 雙線運行 而花蓮到鳳林也啟動公路接駁 記者綜合報導 今天的強震 因為電力傳輸中斷 行動通信也有災情 NCC統計三大業者總共有一百七十二個基地臺 受到影響 尤其是宜蘭花蓮的手機通訊問題比較大 直到下午還有一百一十二個基地臺 仍有待修復 至於北部呢也出現了中華電信 5G斷網的狀況 NCC則說這是因為中華電信 正在進行網路切換更新 並非和地震有關 行動通訊車突然冒煙 還竄出火來 警銷人員除了要求後方的通訊車 快點移走 還拉起水線 噴水滅火 因為規模七點二強震 花蓮不少災區 因為基地臺電力中斷 導致行動通信不穩 影響救援 電信業者緊急派出行動通訊車資源 卻疑似因為用電量過大 冒煙起火 NCC統計上午起三大電信業者 共有一百七十二個基地臺受影響 至下午一點半 還有一百一十個基地臺待修復 現在他上代修復的基地臺有三十七臺 遠傳有四十二臺 台歌大有三十三臺 總共有一百一十二臺 NCC強調強震導致電力傳輸 出中斷影響到宜蘭花蓮一帶的部分 手機通訊服務 已經要求業者如果電力能充分供應下 儘快完成修復 也強調因為是天災造成 不符合資費補償條件 可是基於照顧消費者權益 會請業者審酌個案狀況 至於北部上午也出現中華電信的5G服務斷網 或是降成4G服務 對此NCC表示 因為中華電信當時在進行行動通信的核心網路切換 在更新完成後 情況已經改善 並非與地震有關 記者陳阿新 張敏如 溫家凱綜合報導 來看這是花蓮的東華大學理工藝館 在地震後大約八點多發生火警 現場濃煙瀰漫 消防人員持續在強救當中 從畫面上是可以看到濃煙不斷地往上竄 起火位置疑似是在四樓的實驗室 現場還不時傳出了爆炸聲 因為一二三樓存放進水性物質 救災困難 消防人員則是通知 南投毒化災應變中心支援 初估燃燒面積超過了千品 消防表示理工藝館是在地震後發生火警 目前人就有煙 消防隊還在處理當中 由於農煙可能具有毒性 消防也已經要求師生遠離現場 這次地震發生的時候 正值上課上班的時間 有學校是立即展開了疏散安置 包括在花蓮還有臺北市 有部分的校園 則是發生了天花板掉落 還有牆壁軍令的狀況 臺北市宣布 如果學校災損嚴重 可以自主決定緊急停課 有六校因為校舍受損 通報停課 捐步則是統計 截至到下午 全臺有三百八十所學校災損 金額出估是兩億五千萬 戴上防災頭套 或把書包放在頭上 快步走向操場 七點五十八分的地震 大臺北地區搖得厲害 從幼兒園到高中 馬上進行疏散安置 其實學生第一時間就是就地掩護 那因為當時候是早自習 各班導師都在現場 所以當搖完之後 我們各班老師就指揮我們的孩子 做一個疏散 拉到操場上 然後去做一個安置 餘政不斷 學校確認安全無餘 才讓學生回教室再巡查校舍 由於北市宣布各校可視災損情況 自主決定是否停課 有六校幼兒園七員實驗教育機構 一所通報停課 其中集美女中三年級所在的校舍 比較危險 上面的那個燈柱幾乎全部很多 十二十間教室 有十間教室 十七間教室的燈柱都掉落 然後整個的那個櫃子 然後很多教室裡面都有裂痕 那學生其實很恐慌 連假後恐有安全疑慮 急女表示四月八號到十二號周五 高三十八個班實施線上同步上課 而城鎮國中的會議視聽中心 天花板掉落 還有多處牆壁軍列 沒有立即危險 但先前就被鑑定為海沙屋 台北市長蔣萬安前往視察時指示 提前一年改建動工 原本規劃是一三一四年 規劃設計再縮短 我們提前一年來改建的動工 離正樣最近的花蓮 學校災損更明顯 花蓮旅中這棟四十五年屋齡的校舍 牆壁和鑄體都有大塊水泥剝落 鋼筋裸露 現在已經確定會是圍樓 那未來拆除的可能性最大 教育部統計截至三號下午三點 受災學校三百八十校 初估兩億五千零三十萬元 花蓮縣花蓮女中 屏東縣屏東女中 新竹市磐石高中等校 校舍受損較嚴重 目前已核定補助花蓮縣政府一千萬 嘉義縣政府兩百七十萬 作為緊急搶修復原 讓無校舍安全疑慮的學校 可在連續假期後返校上課 記者理想會沈志明台北花蓮報導 這次地震首當其中的花蓮 超過四十棟房屋損壞 其中位在花蓮市的田王新大樓 是已經嚴重的傾斜 目前是救出了二十四人 傍晚找到最後一位失聯的民眾 而現在現場的最新狀況 請記者陳修玲來告訴我們 修玲請說 好的 目前記者所在的位置 就是在花蓮天王新大樓的搜救現場 距離早上七點五十八分 七點二大地震到現在 已經將近十二個小時了 搜救的工作還在持續當中 因為大樓的住戶裡面 還有一位三十三歲的康信老師 還沒有救出 不過在五點二十五分的時候 已經確認他呈現了這個歐卡的狀態 而整個搜救的工作也會 將他救出才會告一個段落 那可以透過現場您可以看到 這個天王新已經呈現了七十五度的 這樣的一個傾斜 那事實上他在早第一次地震的時候 大約傾斜四十度左右 那只不過經過後續幾次的不斷的余震 他就越來越傾斜 所以現場也出動了消波塊來阻止他的傾斜 而這位康老師他其實在第一次地震的時候 他事實上是有逃出的 不過因為他要回去救他的寵物 所以在八點十分的這一次地震受困在裡頭 所以目前這個搜救人員也在想盡辦法能夠將他救出 而其實這個天王新大樓呢 他在屋齡約三十八年左右 在上一次的0206年的這個大地震 他事實上是被列為黃色危險標誌 必須要經過檢疫的修繕 那在這一次的大地震當中 他又傾斜了 那這個拆除的工作呢 臺花蓮縣的建設局會表示 要配合檢調才會決定這個拆除的時程 那由於這個搜救的工作 正眼法師也在下午五點半的時候 有錢來這個關切搜尋的工作 那以上就是現場的搜救最新的報導 再把現場交還給棚內的主播 隨自強震撼動全臺 南部最大震度有四級 而且上署針對西南沿海發佈海嘯預警 不過早在今天清晨三點多的時候 嘉義部隊就先發生了規模四點八的嵌增地震 這連兩震除了民眾感覺到明顯的晃動 嘉義東時也有四千多戶停電 而在台南觀廟則是有自來水管爆裂 高雄捷運呢也一度停止 影響到不少民眾的通勤 臺電人員仔細檢查電線桿 是否有傾斜等異常狀況 因為早在上午的花蓮強震前 三號凌晨三點多 嘉義縣布袋也發生瑞士規模四點八的淺層地震 嘉義接連受布袋及花蓮地震影響 除了民眾感覺到明顯晃動 賣場內大量商品也因地震掉落 東時地區則是變電所五潰線開關跳脫 造成四千多戶停電 所幸九點前全數復電 玻璃碎掉 青鋼架也掉了 嘉義跟臺南高鐵站因雨震不斷降級運轉 臺南觀廟的南雄路二段 路段下的水管排氣閥也因地震脫落 大量的自來水從地底冒出來淹過馬路 水公司緊急搶修 上午近十點終於修復 花蓮強震為南部帶來四級震度 所幸有臺積電進駐的南科 目前皆無影響 而高雄捷運因地震一度停止 正值上班上課 尖峰時刻 影響不少民眾通勤 車站大廳月臺擠滿乘客 高結級輕軌經巡檢 確認無異常後 尚無已恢復正常營運 但明明震度達四級 多數高雄民眾卻沒收到 國家地震警報 僅收到海嘯警報 氣象署表示 有些縣市實際震度到四級 但預估震度未達到 因此未發布警報 將檢討改進 但已針對高雄陵圓等西南沿海 發布海嘯預警 提醒居民盡量到較高處避難 遠離海邊 記者南部報導 強震造成了花蓮多處的路段 攤坊 鐵路毀損 花蓮往北的陸路全數中斷 交通大亂 想要北上的民眾 現在都得南下環台一圈 才能夠返回北部 內政部長林佑昌則表示 會緊急加開空運 以及海運班次 並且承諾加緊強修鐵路 而臺鐵高雄往返 臺東的新自強號 今天也緊急開放戰票 加緊運輸旅客 對上車道的南下車流 不斷是往常好幾倍 受強震影響 臺九線在花蓮宜蘭有多路段 貪方中斷 導致原本要北上的民眾 只能在臺東觀山一帶折返 該往屏東高雄去 花蓮往北交通中斷 砂石車親民返鄉民眾等 全得繞遠路 有貨車駕駛從宜蘭送貨 到花蓮後遇到地震 現在他得南下環台一周 才能回到北部 往北陸路全不通 花蓮交通極不便利 國民黨立委傅崑 呼籲中央緊急加開空運班次 我們看到至少有四五個地點 攤下來的路段都非常的差 不只橋段 而且那個石頭是埋掉整個路段 甚至連路都看不到 這次的地震在早上發生那個突然 那班機的一個加班 數量會很有限 除了加開班機 海運部分下午三點起 開放民眾登記臺北快輪 由於緊急班次 僅能將汽車從宜蘭蘇澳運到花蓮 民眾需自行搭火車 也讓民眾有些維持 空運海運都支援 仍有班次不足等問題 下午在臺鐵高雄車站 一個孩子在花蓮念書的家長 焦急詢問臺鐵有無替代交通 沒有辦法回來 小孩自己一個人在學校 我也我們做家長的很擔心 為家境書運 臺鐵宣布三號往返高雄到臺東 新自強號EMU三千型 全部開放站票 並預計四號上午修復鳳林 往花蓮段 屆時就能從高雄搭臺鐵到花蓮站 記者綜合報導 地震過後 有不少老舊公寓出現嚴重軍裂 可能會有安全的疑慮 有結構技師就建議 強震之後不能只看自家結構 有沒有問題 包括大樓的外觀 梁柱都要自主見檢 尤其是地震來的時候 常會造成建物受損倒塌的 往往是整棟大樓的一二樓 防止軟腳效應正後 最該檢查地方就是低樓層的結構 桌子上大片水泥剝落 牆壁裡的鋼筋明顯外露 店家將散落四座水泥塊集中裝袋 在建管處防災勘驗室的巡檢後 認定有立即的危險 因此貼上紅單要求停止營運 立即疏散 這裡是臺北市中華路三百零七項 二到二十號的南機場公寓 因為受到強震的影響 讓屋齡高達六十年的老公寓 多處軍列 磚塊水泥塊嚴重掉落 經里長通報後 市府在主要的入口處上 貼上一張張表示 圍樓的紅單 並辦理疏散作業 情況不嚴重的店面 則是被貼上黃單 提醒多加留意 根據內政部的統計 國內屋齡超過三十年的老屋數量 已經從二零一四年第二季的三百五十五 五萬戶 來到二零二三年第二季的四百八三點八萬戶 六度中又以臺北市老屋比例最高 佔全市房屋百分之七十二點三二 平均屋齡達三十七點七八年 也是全國最高 其次為臺南市以及高雄市老屋數量 均佔該市的百分之五十四左右 新北市則是老屋數量最多達八十多萬戶 結構計時就建議不是自家結構沒問題 大樓就百分之百安全 一樓層的一二樓更是地震後 最應該檢查的地方 立委郭國文要求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 面對震災應該要從寬從快認定 而保險金額上限一百五十萬 有修法的必要 記者為了邱富財 特別報導 花蓮發生強震引發了國際媒體關注 不只日本媒體NHK 就連美聯社日如透社等國際通訊社 都聚焦報導臺灣的地震新聞 另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還在首相官邸網站上 向臺灣表達慰問 以表示願意提供必要的支援 直升機空拍畫面中 能夠看到山坡光突突 現時發生嚴重的山崩 臺灣花蓮三號發生強烈地震 引發國際媒體關注 各家外媒紛紛報導 臺灣地震的消息 路透社以標題規模 七點二地震震撼臺灣 引用臺灣內政部消防署提供的畫面 報導地震造成花蓮山崩 並且接訪臺灣的民眾 其他外媒像是CNN BBC 跟法蘭西二十四電視臺 等歐美媒體以及半導電視臺 都用二十五年來臺灣最強的地震等 詞彙來報導花蓮地震資訊 其中CNN美國有線新聞電視網 不斷地更新地震資訊 提到在臺灣規模七點四的地震中 至少有一百棟建築倒塌 還有七十七人受困 跟七百人在強震中受傷 而BBC英國廣播公司 也報導震災死亡人數增加了數字 法蘭西二十四電視臺 則是提到中國上海跟沿海的神分 都有感受到這場地震 另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還在首相官邸網站上對臺灣地震表達慰問 感謝臺灣在311跟能登地震對日本的協助 表示願意為臺灣提供必要的支援 由於日本沖繩一度因為臺灣地震 發布海嘯警報 日本自衛隊在當下就升空F15等戰機 蒐集地震資訊 並且讓航空自衛隊的恩納分屯基地 接受前往避難的民眾 儘管目前日本沖繩已經解除海嘯警報 但日本各家航空公司 包括全日空 日航 樂陶等 凡凡宣布取消飛翁沖繩的國內線航班 預計約有六十三航班取消 影響旅客達到一萬一千多人 關於新聞 陳秀秉 以巴衝突導致加薩走廊兩百多萬人面臨飢荒 日前長期援助食物的組織 世界中央廚房 七名工作人員 遭到以色列空襲身亡 多個慈善單位隨即暫停當地的糧食援助工作 恐怕會加劇加薩地區人道危機 美國非營利組織世界中央廚房 七名在加薩地區進行援助的工作人員 一號遭以色列空襲喪命 一巴衝突導致加薩陷入人道危機 世界中央廚房負責運送救急食物給當地民眾 官方聲明稿指出 儘管組織事前已和以色列軍方協調 在滿一百多噸糧食的車隊 卻在離開物資發配倉庫時 遇襲 世界中央廚房高層就批評 以軍是在攻擊人道主義組織 將飢餓當作戰爭武器 不可原諒 遇襲犧牲的世界中央廚房成員 分別來自澳洲 英國 波蘭 每家雙重國籍和一名巴勒斯坦人 事發當下他們正乘坐印有組織標誌的裝甲車 運送最新抵達加薩的食物 受害者所屬國家紛紛要求以色列 也揭出一個說法 美國總統拜登更憤怒譴責以色列 沒有保護好救援工作者 而以方則在事發後公開道歉 世界中央廚房這半年來 持續透過陸海空三種管道援助加薩走廊 截至三月底 已發放至少一千七百台卡車的食物 和烹飪器材 更建立社區廚房服務流離失所的民眾 如今工作人員運息 包括世界中央廚房在內 多間機構都宣布暫停在加薩的食物援助行動 引發各界憂心 當地人道情況將更加嚴重 公視新聞良言編譯 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堡一家鎮 在整修中的夜總會 二號在白天進行內部整修的時候 突然發生大火 造成二十九人喪命 死者都是整修的工程人員 目前土耳其司法部對相關八人 是發出了拘捕令 建築物突然竄出濃煙大火 被燒得面目全非 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堡市中心 移動十六層高的民宅大樓 地下兩層為夜總會 這間夜總會為了趕在開齋節 結束時完工 在當地時間二號下午一點左右 建築工人正在進行內部裝潢整修時 突然發生大火 造成二十九人死亡 八人受傷 其中七人傷勢嚴重 死者和傷者都是當時正在整修的工程人員 起火地點在地下室的工地 消防隊在數小時後才將火勢控制住 土耳其司法部已針對這起重大火災 展開調查 包括夜總會經理 整修工程負責人共八人發出拘捕令 其中三人已遭拘留訓問 伊斯坦堡市長也對罹難者表示哀悼 同時也指出夜店裝修沒有事前取得 申請許可 為了安全起見警方切斷了這棟大樓的電力 和瓦斯供應 檢查整棟大樓 評估他的安全性 並且封鎖了附近地區 司法部表示目前已經派了三名職安 和火災劍士專家組成專案小組 確認火災確切發生的原因 土耳其內政部長已透過電話 向總統艾爾多安進行這起火災的簡報 公視新聞沈陸沛編譯 鏡頭轉回國內 國防部長邱國正兒子邱晃年 涉及不押影片案 國安局今天公布為師查處結果 認定是其網路帳號遭害導致外流 並且通過測謊沒有國安疑慮 經過決議計量大過來太除 邱國正日前表示會公司分明 不會幫忙兒子滅火 國安局則是查出影片是邱晃年 以私人側錄器拍攝 沒有使用國安局器材 影片外流的原因是網路雲端帳號 遭害導致沒有國安疑慮 至於有關於洩漏勤工身份 以及境外勢力介入部分 交由調查局來偵辦 還有針對國外網站貼文者的身份 已經透過國際合作管道 來查查帳號IP 保齡茶室食物中毒案 臺北市間是再新增了一名的通報個案 收置在醫院觀察當中 而在追查的最新進度方面 保齡的廚師手部被檢出了米酵菌酸 食藥署也已經前往該名廚師家中 來採檢 不過因為強症導致昆陽實驗室跳電 原定結果一週出爐恐怕會有變數 而衛部部舉行第二次專家會議 將米酵菌酸是確定更迷為邦克烈酸 即台大法院所檢出保齡茶室廚師手部有米酵菌酸 食藥署三號記者會也公布最新的採檢結果 同樣也在廚師手部驗出米酵菌酸陽性反應 再度證實毒素就發生在原白保齡的A13廚房裡 但人缺最後一塊拼圖就是引發米酵菌酸的原兇 唐長浦伯克氏菌到底在哪裡 因此檢調及食藥署人員三月三十號 前往越南籍廚師家進行環境採檢 保齡茶室食物中毒案已經造成兩人死亡 卻爆出業者的產品責任險已經預期沒有續保 受害消費者恐怕求償無門 而為了補破網 食藥署宣布即日起有一個月的輔導期 未來將比照汽車責任險 要求食品業者在非登不可的登陸平台 強制上傳投保證明 讓地方衛生局可以稽查 否則最高可處三百萬元罰還 我們會跟財政部合作 那會從保險公司直接上傳 所以我們會知道母數哪些食品業者 應投保產品責任險 不過由於三號發生強烈地震 食藥署昆陽實驗室上午大跳電 細菌的培養恐怕因斷電得全部重來 越南籍廚師家的環境檢體 能否在一週內出爐仍有變數 下午衛福部召開第二次的專家會議 衛福部次長王必勝表示 經會議討論一致決定米酵菌酸確定更名 改採陰液為邦克裂酸避免民眾 萬聞生意降低不必要的恐慌 記者賴舒銘 蔣龍祥 台北報導 攝影大師張兆棠昨天深夜故事 享受八十一歲 他生前貨班國家文藝獎 以及行政院文化獎 是臺灣唯一獲得這兩項榮譽肯定的攝影家 藝文界都深表哀悼 攝影刊物 攝影之聲在三號 是在臉書帶家屬發文 證實了這消息 張兆棠一生投入攝影 電視 電影 紀錄片等創作領域獲獎無數 兩年前還獲頒金馬獎終身成就獎 文化部長史澤文訊之後深表哀悼 強調張兆棠一生為臺灣影像藝術開創 將會陳請總統明令報揚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臺灣地區基本上是屬於 比較穩定的天氣形態 不過金馬地區則有局部誤發聲 可能會持續到明天的上半天 那我們來看一下未來的定量降雨 預測圖可以看到明天以及後天 是受到微微封面的影響 所以北部東半部地區以及中部山區 可能會有局部的短暫雨出現 再來就是週六水氣會逐漸增加 主要是因為下一波的封面又逐漸接近了 所以全臺各地都可能會有降雨的情形 特別是在週日以及週一雨勢會更加的明顯 全臺各地都可能會有局部的短暫震雨 或是雷雨出現 週二以及週三除了封面逐漸通過 東北季風又會再增強 所以北部東北部地區的溫度會稍微轉良一些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未來一個禮拜的溫度趨勢 週四以及週五這兩天 因為封面通過的關係 所以北部東北部地區的溫度會稍微轉良一些 此後的話溫度就是屬於比較舒適的天氣形態 一直要到4月9號的時候 東北季風又再度的增強 溫度又會再度的下降 那我們來看一下未來就是週四週五 就是有一點雨 週六到下週二之間封面的結構會比較好 要稍微注意一下 週三東南部會有粉風發生的機率 清明節要特別注意 金馬可能會有局部務 交通往返要注意航班資訊 此外就是因為最近常地震 所以行進山區要特別注意貪方以及落實 以上氣象資料是由中央氣象處理工 接下來提供您各地的氣象資料 您的空氣如何呢 來看空氣品質指標 北部竹苗中部雲甲南和高坪是普通等級 宜蘭花東馬祖金門澎湖也是普通 以上就今天的公視晚間新聞 感謝您的收看 明瞳時間我們再會 明瞳時間 明瞳時間 今晚歡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